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Seth 屈招教室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招自己上星期練成了的隱藏OP絕技 我肯定大部分的朋友都不會知道這招的存在 究竟這招勁到連英國PS4冠軍阿湯和丹麥神童都在用的屈招是甚麼呢?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麻煩大家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還有按鈴鐺就確定不會錯過我任何一個直播和影片 如果這條影片超過500個like 我就會在這星期推出一條進攻教學片 那事不宜遲我們去片吧 在開始講解今天的正題之前 就想先給兩條示範影片大家看一看 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兩球直線之後 想不想到阿湯和我按了甚麼按鈕呢? 如果你是答L1三角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如果這麼簡單就不用特意出一條影片說 今天想教大家的直線就叫做Lobdut Driven Thru Pass 出發就是L1加你的Finance Shot鍵再加三角 那這招究竟跟一直都有的L1三角 即是普通的Lobdut Thru Pass究竟有甚麼分別呢? L1三角有時就會給到很大力 很容易就被對方龍門沒收了那個波 而那個波也會在空中比較飄得久 前鋒接應這類全球有時都會控得不太順 但這招L1R三角直線 那個波就會準一點和行一點 在空中停留的時間也會比較短 前鋒控下來的時候會比較順 一接應到就更加有威脅了 所以這招的全球距離越遠 他的屈肌程度就會越高 跟L1三角的分別就會越大 要用到這招 首先你的前鋒一定要起步夠快 速度最好有95以上 身位模組也要有這麼多好撞 抗衡對方的中堅 包皮C7 文尼 福仔 這類球員就一定是最適合 將這招Lobdut Driven Thru Pass發揮到極致的球員 而由於這招的全球距離比較長 所以主要適合轉手圍攻之後 立刻打快功用 接下來我就會給大家幾個提示 教大家怎樣用這招直線屈人機 跟普通直線一樣 第一樣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全球時間 比所有直線的完美時間 都會是你的前鋒快突破越位的一下 太早按就像我這球一樣 被對手後防輕易包到 太遲按就自然會越位 有時我們帶著球員 和我們想讓前鋒的距離會大到 連螢幕也沒有兩人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留意畫面下面的小地圖 計算自己的前鋒突破越位的時機 照樣用到這招屈機直線 第二樣要留意的就是對面有沒有 轉人手利準備接應直線的前鋒 依我所見我打Food Champions 基本上十場有九場 對手都不會守這些球 如果對手真的厲害 會轉人mark你的前鋒的話 你強行比的話就很大機會避失 因為如果對面會轉人的話 起步九成九都會快過你的前鋒 第三就是全Lobder Driven Thru Ball 你傳球的球員和傳球路線要形成45至90度 想要在傳球之前修正到你的全球角度 可以配合Borrow 牛尾巴等等的Skill Move 令你的對手防不升防 另外盡量不要在球場太邊的位置用這招 因為現在普遍的集位球員全球Stats都不是特別高 球就會很容易像畫面這球一樣Curge了出界 最後一個Tips就是建議大家配合圖中的Player Instructions 用這招直線 Stay Forward會令你的前鋒起動位置更貼近對方防守球員 而Drift Right和Get In Behind 會令你的前鋒自己走空位接應直線 自然就會更容易經常出到這招屈機直線 順帶一提 大家也可以用L1傳球 或者L1加左沽手動叫你的隊友走位接應直線 在畫面裡面我就是按了L1加X 控制我的沙拿給原球基沙文之後起勢向前跑 之後基沙文就立刻放回這招給他 成功突破對方防線 而L1加左沽就可以手動控制我們的隊友何時跑向前 好像這球一樣 我的雲比沙卡截到球之後 在這個時候就左沽指著麥巴比按L1 在按完L1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包皮 就指著前面起勢地向前走 這樣就代表你的L1制成功 Trigger到你的球員向前跑了 之後就在他準備突破越位的一刻 放我們這招屈機直線 所以適合剛剛這兩招手動叫我們的隊友走位 就可以跟今天教的Lob the Driven Through Pass做一個combo 更加靈活地用到這招屈機直線 希望這條影片會幫到大家 在Food Champions和DR拿到更多的win數 輕鬆用這招直線屈人機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在comment告訴我這條影片究竟做成怎樣 這招有用還是沒用呢 最後如果DR剛好撞到我的話 就記住不要用這招直線屈我機 手下留情 麻煩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了 拜拜